玩具和聚焦中年危机 是童话色彩最浓的一段 好像很多人对婚姻的恐惧 就是来自于恐惧婚后单调的生活 每天上班下班 见着同样的人看着同一张脸 吃着同样口味的饭菜 每天有家务事缠身 根本没时间浪漫 和之前想象的差得太多 其实我对婚姻的恐惧 大概是来源于被束缚的感觉 婚姻的到来带着大量的责任 婚后枯燥单调 其实是两个人不想负责任的表情 其实婚姻是很美好的 不美好的原因 是有太多人意识不到 她身上的那些责任和乐趣 我们的生活总是需要太多 能认识到对方有多么重要的期间 你原以为你离了谁都能活 谁知道有一天你发现 自己的日子乏为了太多太多 我们的生活也需要太多 证明她本身美好的人 就像那些可爱的人 两夫妻虽未知七年之痒 但已形同没落 最后竟依靠玩具 重拾相爱最初的激情 很多中年夫妻看到这段 应该都会心生线 但电影很快就转入了更为现实 更为冷酷的十三香 十三香则展示了婚姻的境界 离婚后才知道三口之家如此美 面对孩子才会流出不想离开的眼泪 里面出现了一个 像巫婆一样的老奶奶 给了那孩子一包幸福家庭十三香 一顿孩子做得乱七八糟的饭菜 让女人流下眼泪 让男人重新将她拥入自己的怀抱 孩子才真的是这个家庭真正的维系者 他们虽然离婚 却从未忘记过彼此 即使是拿到离婚证书的当晚 两人还紧紧地拥抱 但是孩子的哭声是留不住自己的父亲 尽管真正爱情的没落 不会伴随无声的送别 与人一巴掌扇过去 而后哭泣着倒在了男人的怀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川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川岁